老叔福林妈咪,妈妈圈里经常会听到有些宝妈吐槽婆婆的各种不好,比如婆婆不会带孩子,你爱孩子,教育方法错误的问题,不可以否认,各代教育确实存在很多问题,由于时代变化是猛,老人的某些养育观念,在今天看来极其不科学甚至很荒谬,所以现如今很多宝妈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由老人照顾, 然而,并非所有的老人都要归到不靠谱的那一类,其实也有一部分老人他们心中有土,照样把娃带得很好,看出你家老人有下面三种特点,那你就抱歉的把孩子交给他们带吧,绝对不会带讨厌的 第一类,知识渊博型,知识老人但孩子,经验学识耐心胜过老师,这句话没毛病吧,当然这里的知识渊博,并不单单学的是学力高,文化水平高,它指的是老人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是否丰富,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,人生百态的老人,他会有很多的人生感悟,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,如果他能通过严传生教来传授给孩子,孩子将来了一定是一个有大视野的人 第二类,社交能力强行,有些老人为人亲和,特别喜欢与人交朋友,就连续超市卖个菜都能和陌生人老喝好酒,有这种交激花老人带孩子 不用发愁孩子将来社交能力弱,孩子经常和一个社交达人带在一起,耳朵木染就能习得社交能力,估计打小就能成为一个小区的孩子王 第三类,乐于学习类,我家楼上有位大爷,每天早上都会在阳台读书,风雨无足,跟他比起来,我觉得自己还没他由上尽心呢 他的小孙子估计也是受爷爷的影响,平时爷子俩愉快看书,那场面都和谐,就不用我描述了吧 能真正把活到老,学到老见性不容易,所以爱学习的老人,最值得让人敬佩 其实老人大娃真的没有那么糟糕,只要老人心中有爱,打心眼里疼孩子,愿意为了孩子去更新自己 照样可以爸爸放心交给他们的,订阅话题,你家孩子是老人带大的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친구� rose家 月儿 月儿 月它 而月 月